OK,那麻煩老師呢,您打開網頁,我們現在就同步啦 在這邊,你把上面這邊 打入OneNote1234-1,Knoww.ne 老師可以同步喔,你先把我拉到旁邊一點點沒關係 OneNote點內 那麼您,老師進到這個網頁之後呢 您從右上角這裡,有兩種方式可以加入 您可以選擇比較標準的,也可以用訪客的方式 因為我們今天早上的第二個主題跟下午第一個主題都是OneNote 也就是說,希望各位可以進行所謂的翻轉學習的一種工具啦 那,所以我們把所有資料都放在上面 我先跟老師介紹一下標準的做法 標準的註冊是您在這邊會員登錄按一下 那麼進來之後呢,進來之後下面這邊,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帳號 所以你可以第一個,您可以選擇用社群的方式加入 但是比較不建議各位用Facebook 因為有些人的那個,隱私設置比較嚴謹的話 可能會登不進去 可能會登不進去 所以就是您可以用Google的 也可以用Windows或Yahoo,這都OK 那第二個,如果你不想要用社群的帳號綁在一起 我也可以怎麼樣,自己透過Email來註冊 比如說您有Google的這個信箱 可是我不要跟Gmail綁在一起 那我一樣可以用Google的信箱註冊 好,所以您在這邊按一下之後呢 就打入您的姓名Email密碼 那這種方式它會寄封認證信給您 所以您要去收一下您的信件 如果用上面社群的就不用 因為同意就同意了 就直接進去了 所以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那萬一有可能也許會進到垃圾信 所以您可能它的那個啟用信件你要去收一下 那麼如果你覺得 我還在評估當中 沒有關係 來當課人 右上角這裡有一個訪課 那這裡是OneNote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比如說老師你在學校裡面 同學我就不要註冊 像我有上那個協同教學 同學他就說我沒有Email 我只有Facebook給他 那怎麼辦,沒關係 就是用這個訪課 那您按下之後呢 會取得一個八位數的訪課代碼 下次您就用相同的代碼進來 這樣它的加入的群組 還有有閱讀的紀錄 它的那個就是 那個什麼 筆記的啊 閱讀的紀錄 通通都會留在裡面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 我用訪課的方式按一下 有沒有取得一個八位數代碼 好的 然後我就把它按 我了解 這樣就進到裡面來了 有沒有 好,那您進入之後呢 您先 因為是反客嘛 所以不知道您是誰 您從這邊 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編輯個人資訊 好,你把它按一下 打入您的姓跟名 這樣就會比較知道老師您是哪一位 好,那你說剛剛那個代碼忘記了怎麼辦 右上角 右上角 有沒有注意到 代碼就在這邊 好,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忘記了 沒有關係 就直接進來這邊 就會找到它 好,那當然反客它的功能 少一點點 好,少一點點 但是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資料都在裡面 這樣老師會不會加入了 看您要用標準的還是要用反客都可以 待會呢 您進來這邊之後 我們的資料會在群組裡面 也就是呢 您進到這邊之後 預設是在所謂的課程 單元比較像單一個教材檔案 那那個課程就是所有的那個教材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個免費設計素材 這樣裡面有很多教材 對不對 好,這是一個課程 那我們如果說以上課來講 群組比較類似班級的概念 所以您可以在裡面 比如說做這個 最新消息的公布啦 然後同學的成績 或者是一些任務的一個執行 所以我們平常我用最多的 會是在群組這一塊 在群組這一塊 那我今天的呢 我們今天的我都已經開放了 通常開放的時候就不會再回來 就不會再收起來 所以您可以看到 有沒有,我都排在第一名 因為我昨天晚上才開放的 我們今天三個主題我都已經放進去了 好,都已經放在裡面了 所以您記得 待會您是進到發現裡面的群組 那麼進到這邊之後 我們第一個是在 早上第一行要上的就是這個 別讓你的學習不開心嗎 對不對 按下去之後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加入 右上角這裡有個加入 有些老師在這邊一直等喔 等人家來開門喔 不好意思 要自己按加入才會進門 進來 好 按下去之後 這樣就可以進到我們的 這個群組裡面了 我今天所有的資料 因為老師的講義 我都很偷懶嘛 我都用心自圖的對不對 因為想說他印那麼多 麻煩 因為簡報就在上面了 好,有個FocusSky的簡報在上面了 那我們所有的資料呢 都在任務這裡面 這樣您有看到了齁 嘿,所以這個是 就是您怎麼樣去加入我們群組齁 就是您用訪課方式也好 或標準的方式先註冊一下 待會您到這個發現裡面的群組 好,發現裡面的群組 那為了怕老師不小心忘記 我把它抓下來 就是記得一定要到群組這一塊 好,群組這一塊 那您就會看到 這樣子 我把它釘起來 來 釘在這邊 這樣你就不會忘記了嘛 對不對 好,那這個也是這樣 按下去 就在右上角這裡 會有一個加入 欸,有一個加入的話 你就可以按 點進去 這樣OK嗎? 好 可以,來,那我就等各位一下囉